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四章 我們來介紹什麼是微激電系統 我們之前介紹台積電的晶圓廠做的那些東西 各位特別注意 不管是曝光 顯影 時刻 或者是薄膜成長 做出來的東西是不是都是固定不動的 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在做什麼 做CMOS還記得嗎 CMOS會動嗎 不會喔 他是死的不會動 他的目的只是讓電的訊號進去出來 對不對 那一種就是所謂機體電路 可是科學家發現 在矽晶片上可以做那種不動的元件 那為什麼不能做那種會動的元件 這樣可以嗎 所以利用半導體的製程 將微小的機械元件 譬如 擋板 夾頭 馬達 自動器 或者光學元件 譬如說透鏡 靈鏡 波導 光閘 結合電子元件 就是CMOS 還有機體電路的元件 製作在矽晶圓上 那這一種會動的元件 我們就把它稱為為機電系統 英文叫做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 這樣可以嗎 那怎麼做會動的元件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這個會動的元件 在目前業界的應用上已經非常的廣泛 各位的手機裡面至少有三四顆會動的元件 你的手機裡面都有 現在手機的基本配備 微機電系統有什麼優點 第一個 它是跟半導體製程相容 它基本上就是跟台積電做的那些程序是幾乎一樣 所以原來的晶圓廠 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改做這個微機電系統 這樣聽懂嗎 所以台積電跟聯電 其實都有成立這個微機電系統的部門 在做這個東西 第二個 可以把機械元件跟電子元件 整合在一個矽晶片上 縮小體積 第三個 在同一個矽晶片上 一次就可以做幾千個元件 各位矽晶圓是不是這麼大 微機電系統的那個Sensor通常很小 大概這麼小而已 所以一塊晶圓是不是就可以做好幾千個 再切開 這樣可以嗎 而且呢 可以做出微小又精確的機械元件 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實際的例子 那各位看完例子之後呢 就會更有感覺 好 什麼例子呢 各位 這個圖 看到這個地方 你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機械手背啊 各位看到這個小小的手背有沒有 這是一個機械手背 合起來之後就可以夾東西 再張開來有沒有 你說那有什麼了不起的 各位這是一張電子顯微鏡的照片 顯微鏡 這個白色的線有看到嗎 這個白色線的長度呢 是100微米 換句話說 這一條白色的線的長度 就是你的頭髮的粗細 所以意思在告訴你呢 這個夾子 大概可以夾什麼東西 是不是差不多就是這個白色的長度 這個夾子的大小有沒有 跟頭髮差不多 這樣可以嗎 各位知道這樣的機械手背 有什麼用嗎 手術 欸不錯 手術是一個 不過呢你想的太先進了 實際上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夾頭髮 好各位再看下面這個圖 有沒有看到這是一隻螞蟻 這是它的觸角 螞蟻的角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螞蟻的角上有一個什麼東西 欸一個螺帽對不對 齒輪啦 這其實是齒輪 你說這有什麼了不起 各位你知道螞蟻的觸角是這樣子 那各位代表這個齒輪大概多小 是不是跟螞蟻差不多 跟螞蟻的觸角差不多 這樣可以嗎 這是微機械原件 來看右邊這個圖 各位齁 這一個是馬達 這個你加電壓這個馬達會旋轉 然後這個馬達會帶著一串的馬達一直一起轉 你說這有什麼了不起 欸各位有看到黑色的線嗎 這條黑色的線呢 下面告訴你大概是100維米 所以意思在告訴你這個馬達大概多大 大概跟你的頭髮差不多大 這樣可以嗎 你說科學家做這種東西幹什麼用啊 它其實是有用的 不然各位的手機就不會用這麼多 所以請各位翻到課本的294頁 這個微機電系統呢 它結合了三種技術 一種叫微小技術 就是要把元件做得很小 第二種技術叫系統技術 就是要把各種不同的元件整合起來 第三種叫材料效應 因為元件做很小 材料的特性就會很特別 所以呢 你必須考慮到不同材料 在微小的狀況下 它的性質不一樣 這個叫材料效應 好 那整個微機電系統呢 主要是由三種元件組成的 一種元件叫感測器 一種元件叫自動器 一種元件叫訊號處理器 OK 什麼叫做感測器 就是可以感測訊號的 什麼叫做自動器 就是會動的 什麼叫做處理器 就是可以做一些運算的 處理的 整個微機電系統的概念呢 基本上跟人體是一樣的 來各位看這邊 我的手的皮膚是不是有很多的神經 對吧 假設我的手呢 伸出去摸到一個滾燙的熱水 你告訴我 碰到之後你會怎樣 收回來對不對 你告訴我為什麼你會知道要收回來 他的動作就是你的神經 感應器嘛 這就是感應器 去感應到燙 這個時候訊號會送到大腦 大腦就是處理器有沒有 大腦就是處理器 你的手有感應器 碰到燙的東西 就把訊號送到處理器 大腦 大腦就下達一個指令 給誰 給你的手背 自動器這樣 收回來 有聽懂嗎 所以 微機電系統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概念就是在模仿一個生物 一個生物該有的反應 其實呢 一個生物的組成主要就是這三個部分 大腦是處理器 你的四肢 是自動器 你皮膚裡面的神經是感應器 這樣聽懂嗎 所以簡單的說 微機電系統跟人的差別在於 人呢 是塑膠 人是有機體 但是呢 這邊我們講微機電系統 用的是矽晶片 去做這個東西 可以嗎 那各位聽到這樣還是很抽象 這樣的東西用在什麼地方呢 所以右邊就列出了一大堆的應用 而這些應用呢 現在大部分都已經很成熟了 意思是說 我們已經大量在使用 OK 所以各位先看課本295頁 對不起 296頁 295 295 我們來看一下微自動器 好 有嗎 看到嗎 來看 微小 我們可以進行機械運動 例如移動轉動的元件稱為微自動器 那某先進A國 各位這不能告訴你是哪一國 因為如果告訴你的話 就要把你殺掉 才能保密 某先進A國呢 曾經進行了一個計畫 叫機械蒼蠅計畫 各位這個在科幻電影早就看過了 你告訴我那個機械蒼蠅呢 這麼小一隻對不對 它會飛 為什麼 因為它翅膀就叫微自動器 它的眼睛 裡面要放Sensor 什麼Sensor呢 各位看這一段 下一段有沒有一個CCD 或者CMOS 各位知道CCD跟CMOS是什麼 是影像感測器 就是各位的數位相機 這樣聽懂嗎 所以呢這個機械蒼蠅的翅膀叫微自動器 它的眼睛叫做微感測器 那它的訊號怎麼送出去呢 利用無線通訊用天線 那你告訴我這個蒼蠅的功能是什麼 你說神經病 做個機械蒼蠅那麼小一隻飛來飛去 它目的是什麼 想 猜猜看 這不用想也知道啊 這絕對不會是一般用途對不對 這什麼用途 軍事用途嘛 你想想看要派間諜 跑進敵人的 建築物裡面多難的事情對不對 派一隻蒼蠅去你看得到嗎 看不到啊 所以各位這個東西你不要覺得很驚訝 這個東西人家已經在做 而且這個其實已經做得出來 只是因為現在的技術呢 做出來的這個蒼蠅了 可能還沒辦法做很小 那個Sensor也沒辦法做小 那Sensor如果真的做到那麼小 可能影像又不是很清楚 那翅膀呢 真的要飛也沒那麼容易 然後最麻煩的是電池 可以嗎 你機械蒼蠅要飛 那個翅膀一直正對不對 那要電池啊 問題現在的電池做不小啊 那你電池一做大 那蒼蠅就大隻了啊 所以你說能不能做 不是不能做 但是做出來的就 不是很 還不到可以 還不到科幻電影裡面演的那種狀況 可以嗎 可是各位我提醒你喔 你看很多科幻電影 其實都有這種東西喔 但是你不用很驚訝 就是這樣做出來 半導體製程都可以做出那種 幾奈米 十奈米的東西啦 所以要做一個機械蒼蠅不難 難是難在呢 電池很難解決 還有一堆小小的問題 暫時還不容易做到 OK 好到這邊沒有問題 各位翻過來 它的應用是什麼呢 各位看296頁 我們舉幾個例子 在醫學上的應用 各位有照過胃鏡嗎 照過的舉手 哇各位都那麼健康喔 好吧 我照過好幾次 我跟你講什麼是胃鏡 胃鏡呢 就是把一個sensor 放在一條塑膠管的頭 那個塑膠管多粗呢 那個塑膠管大概 跟你的食指差不多 可以嗎 頭是一個sensor嘛 對不對 影像感測器 然後呢 就把這一條sensor 從你的嘴巴塞進去 然後看你的食道 胃 一直到這個 十二指腸這邊 那這個 有一次呢 我在念書的時候 去照胃鏡 照完之後回實驗室 然後就覺得 好難過 因為那個管子很粗 塞進嘴巴很不舒服 我那個學長就說 蛤 照胃鏡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告訴你 有一種鏡喔 不是從嘴巴插進去 是從後面插進去的 我當場 架了一跳 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 大腸鏡 我 從小到大沒照過 我去年第一次去照大腸鏡 大腸鏡 照大腸鏡很麻煩 因為 胃鏡你只要 不吃東西就可以了 大腸鏡要通腸 所以你要喝那個蟹藥 要喝 然後 就一直拉一直拉 要把整個大腸小腸 所有的東西全部清乾淨 那個大腸鏡才能夠放進去 這種 這叫內視鏡 這種內視鏡呢 基本上造起來都很痛苦 所以科學家就發明了一種東西 叫做膠囊內視鏡 各位看296頁 有沒有看到中間有這個字 你吃過膠囊對不對 那個 不是有一些西藥用膠囊裝的嗎 各位看膠囊 是不是大概就我的尾紙 這樣一截 這麼小 注意喔 它的頭呢 是CCD的Sensor 對不起 CMOS Sensor 它裡面呢 裝了天線 所以呢 照胃鏡的時候 只要把這個膠囊吞進去 然後這個膠囊進去之後 是不是就會照你裡面整個的影像 再透過天線把訊號送出來 外面呢 就用一個天線接收 然後繡在螢幕上 這個叫膠囊內視鏡 有聽過這個東西嗎 這有這個東西 而且已經量產了 可以用 只是健保不給付 聽說照一次好像要兩三萬 所以健保不給付 所以有錢人才會照啦 但有個問題喔 假設今天這個東西進去了 我要看左邊 結果那個膠囊 那個鏡頭朝右邊怎麼辦 聽懂我的意思嗎 內視鏡喔 那個醫生會轉來轉去 這樣可以嗎 然後它還有一些鐵絲可以控制 它還有一些鐵絲呢 可以去控制 那個 鏡頭的方向 可是 膠囊怎麼辦 怎麼做 360度鏡頭嗎 這個 好idea啦 但是做不到 所以科學家 就想到 在膠囊的末端呢 裝兩個魚棋 就像魚在水裡面游泳一樣 然後呢 在外面呢 用遙控器遙控那個 左邊抖一抖 它是不是往這邊 右邊抖一抖 它是不是就轉過來 你就把膠囊 想成一條魚嘛 吞進去就好像 在水裡面游泳啊 所以就用遙控器在外面遙控 這樣可以嗎 那個魚棋 是不是就類似 自動器 CMOS是感測器 還有無線通訊 就這樣 你覺得這很驚訝嗎 你去Google一下膠囊內視鏡 那個已經量產了 已經真的可以這樣用 可以嗎 然後 照完之後怎麼辦 欸 這個不用擔心 照完之後呢 它就會順著你的 這個 大腸小腸 小腸大腸 隨著糞便排出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呢 有人就問我說 排出來之後 那個很貴對不對 是要回收再使用 還是要丟掉 我不用擔心這個 它一般應該是 用一次就丟了 就算是回收也沒有什麼好可怕的 反正 這個 做好完整的清潔就好了 這也沒有那麼好擔心 好這是一個 這個就是微機電系統的應用 可以嗎 所以你說這個很特別 其實也沒什麼 這個已經做得到 296頁第二個生物技術 各位還記不記得有一個 2003年曾經爆發一個叫SARS 各位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呢 和平醫院不是封院嗎 那個時候 風聲鶴唳很恐怖 那個2003年 剛好是我博士要畢業的那一年 很恐怖 因為我在進修推廣部教書嘛 台大 結果 剛好有和平醫院的醫生 在那邊進修 就有一天 就那天要進去教室的時候 突然發現整個 進修推廣部啊 就外面擺了好多那個 洗手槽 然後裡面就感覺就是氣憤的森嚴 就是很怕 那個病毒會傳出來 不過後來也沒事 好 你們還記得和平醫院那個 SARS是怎麼爆發的嗎 有一個人呢 他去香港 我記得好像是 然後回台灣的時候 就一直渴 然後呢 被送進和平醫院 結果醫生幫他檢查的時候呢 就覺得他是感冒 可是又不確定 就取他的 檢體 那通常檢體就是你的痰 然後裡面是不是有病毒嘛對不對 要送去化驗 化驗要多久呢 化驗要一天兩天 那這一兩天這個病人怎麼辦 正常的狀況要送進隔離病房 可是因為醫生覺得他應該還是感冒而已吧 就決定把他送進一般病房 結果呢這個病人呢就住進了一般病房 而且那個病房好像不知道是兩床還是四床的 他就在那邊一直咳一直咳 結果那個病毒就咳給旁邊隔壁床的病人 還包含那個病床的家屬 那一家人好像好幾個都中 這樣可以嗎 等兩天到了 檢體送回來 哇不妙 SARS的病毒來不及了 那個病毒已經擴散出去了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那個時候很多人就罵那個醫生 怎麼這麼不小心 我必須講一句良心話 不能完全怪他不小心 因為人類的技術有限制 這樣可以嗎 他在食物上呢 不知道就沒有辦法處理得很好 才產生這個結局 那你說 他應該小心一點謹慎一點啊對不對 看到咳嗽的就送隔離病房啊 各位還記不記得 和平醫院爆發之後發生什麼事 只要是咳嗽進醫院的 全部都送進隔離病房 最後發生什麼事 隔離病房不夠用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這樣講 你可以去怪一個醫生說他很不小心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不完全是他的問題 因為科技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怎麼改進 倒數第六行畫起來 目前科學家就嘗試要製作出 體積微小的所謂生物晶片 有聽過嗎 Biochip 記得喔 他不是拿來做CPU的 不是喔 Biochip是拿來做檢測的 這種Biochip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用很少的簡體 就可以檢驗出你要的結果 但是很不幸 目前這個技術還不成熟 所以目前Biochip在醫學上 實際用的還不多 但是慢慢這個東西會越來越成熟 這個是確定的 我們後面會講 對不起 Biochip不會講 因為這句話其實沒有講生物科技 汽車工業 各位看297頁 在微機電系統 應用在汽車工業裡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氣囊的感測器 畫起來這個叫加速度 微加速度計 各位知道汽車撞到東西 安全氣囊會爆炸對不對 爆開 那汽車怎麼知道你撞到 而且汽車怎麼知道你是正面撞 還是側面撞 所以每一顆安全氣囊都會配 加速度感測器 這樣可以嗎 它偵測到某一個方向被撞的時候 安全氣囊才會打開 這個也是用微機電系統的元件做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以前的安全氣囊是高級車才有 後來用微機電系統做之後 成本大量下降 現在一般車子都有了 這樣可以嗎 環境保護就是所謂的生物 這個化學感測器 這個 前一陣子不是 十幾年前發生 在日本的地下鐵有人放毒氣嗎 對 這個毒氣怎麼偵測 就是要用化學偵測器 那科學家也要做那種 體積微小的化學偵測器 好 1 10 8 9 10